不知不觉已经到了2023年的年尾 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在关注明年马来西亚会有什么车引进来 而作为这么多品牌中卖的最多的那一个呢 Produo每次一有动作呢都会让大家非常的关注 我们最近呢就挖到了一点点的消息 就是关于Produo的新产品计划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挖到的这些爆料啦 而且在影片开始之前呢也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节目的正题 因为之前Produo的高层呢就曾经表示过 他们每年只会有两款新产品 一个是全新一个是Facelift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全新的车型开始讲起 相信大家对这个全新车款已经没有什么惊喜啦 应该都知道是什么车 就是这个传说中的代号D66V的V Segment SUV 最近啊我们获得消息就是呢 Produo已经开始让小批量的销售员进行培训 也就是讲他们会开始知道这辆车的相关信息 其实这款车的相关信息呢在之前我们也已经获得啦 这款车没有意外的它会是另外一款 Toyota车型的Revesh车款 也就是这个Yaris Cross呢 同样的采用DNGA B的平台打造 它的这个车程尺码方面呢比起Arteva还要大上一圈 其中轴距就达到了2620mm 另外呢根据消息指出呢Produo版本会有小概率 采用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因为目前呢这款车在印尼市场呢跟在泰国市场等等呢 它们是有两个引擎性向 分别是1.5L的自然进气引擎 也就是跟这个Vios还有跟这个Elza是一样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全新开发的1.5L混合动力引擎 这个混合动力引擎马力稍微比自然进气高一点 在自然进气引擎的部分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06PS 大概是104HP左右 峰值能力表现138Nm 匹配DCVT的变速箱 至于这个混合动力引擎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则是达到了109PS 大概是107HP左右 可能如果你只是看纸面数据的话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呢混合动力版本 因为有这个电机辅助的关系 它的加速表现呢是会比起这个自然进气版本更快的 不过根据国外媒体实际测试啊 这个Yaris Cross的混合动力版本呢 0-100加速大概是在11秒左右 讲不上很出色 但是对于日常使用是足够的 而且重点在于呢 它的油耗也非常的低 如果Pro Duo真的引进这个混合动力选项的话呢 那么它就会成为Pro Duo第一款公开贩售的混合动力车型 之前的那个Arteva Hybrid呢 那个只是主任形式啦 它并没有公开贩售 不过也有消息指出啦 就是讲这个Pro Duo版本 并不会推出混合动力车型 这个混合动力引擎呢 会是这个Toyota的专属 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获得太多关于这些的详情 然后之后我们如果有进一步详情的话 我们也会跟大家更新 所以大家就继续留守我们的频道啦 然后接下来要讲的是配置 在配置的部分呢 Pro Duo一直以来都不会让大家太担心的 根据消息指出呢 这一次同样的我们也会在这个D66B上面 看到这个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付诸系统 包括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 远近光灯自动交接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等等都可以看到 然后全车系会有6气囊 然后呢也会有这个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但是就暂时不知道 它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另外是不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因为呢像是Elsa这样子 Elsa只有顶级的版本才会配备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D66B可能也一样 只有顶级的版本才会配备这个功能啦 然后根据消息指出呢 这款车调准的就是这个B-Segment SUV 的市场 所以我相信它的到来会对这个一些品牌的SUV 例如讲是这个Proton S50 造成一定的影响啦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根据传闻指出 Produa 的目标价格呢 是从7万3千块起掉 如果真的从这个价格起掉的话 那么顶级版本应该是在9万块左右封顶啦 我觉得这样子的价位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另外就要讲的就是发布时间 根据传说中呢 一些已经去着一个训练的销售员表示呢 这款车会在2024年的Q1 也就是1月到3月发布 也就是讲时间很接近了哦 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所以大家就订阅我们的频道 跟follow我们的网站 有第一手消息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啦 OK啦 我们讲完了这一个新车型之后呢 就要讲到小改款的车型 不过目前关于小改款车型的消息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Pro Duo在明年可能会有两款车型推出小改款 所以应该是二选一 再不然就是一款是真正的小改款 一款是升级版本 因为Pro Duo也很常这么做嘛 首先我们讲最大可能会有小改款的车型 就是Pro Duo Arus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一款车没有什么存在感 但是实际上呢目前为止 Arus 每个月的销售成绩呢 还是可以有1200-1200辆左右 然后它的这个后车期也是还要三个月左右 所以其实这两车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呢 那么为什么这款车会有市场呢? 我们在城市可能没有办法体验到这款车的优势 但是如果你是在住乡村地方 而且那个乡村地方的路况特别烂的话 那么这个Arus 就真的是拍商用场了 因为它采用了这个所谓的半承载式车身架构 也就是讲它是后轮驱动车型 而且它的负载能力非常的出色 重点它是后轮驱动的 所以如果是讲你在乡村地方你要载重的东西 可能讲你是在甘凤里面做生意啊 来载货等等 它是非常好用的 我的甘凤就看到非常多的Arus 我自己也觉得虽然讲可能这辆车我用不到 但是它还是优化的好处的 但是这款车的小改款可能改的不多 基本上的配备还是一样 就是配备这个ASA的先进主动驾驶辅助 但是它不会有这个ACC 它可能有的就是自动驾驶刹车等等的基础功能 另外这个外观设计也会进行一些修饰 因为这款车其实能够改的东西并不多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小升级版本的 就是这个Arteva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ProDuo Arteva 是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SUV车型 大家是不是很surprise 其实这款车是第一款ProDuo才用DNGA平台打造的新车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款车的驾驶感受 它的表现确实不错 加上它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太贵 其实6万多块起步价就买得到一辆SUV 相信这个是它最大的卖点 而且整体的规格也不错 那么这次ProDuo还可以升级什么呢? 目前房间有几个传门啊 就是第一点ProDuo会升级它的ATAS 也就是把它的SS系统再一步升级 让它的这个ACC支援这个Stop Angle的功能 因为目前的Arteva呢 顶级版本它虽然有ACC 但是是不支援这个Stop Angle功能的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有传闻指出呢 ProDuo会让这个升级版的Arteva 采用雷达来进行侦测 因为目前的这个Arteva呢 还是ProDuo的其他车款都好 他们的ATAS系统呢 都是采用这个立体双摄像头进行侦测 精准度可能在下雨的时候会受到影响 我相信有很多ProDuo的朋友 在使用ACC的时候遇到下雨 系统都会自动关闭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但是这次为了更精准的侦测路面的情况 他们可能会用Radar 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的马来朋友 Fantazigo呢也有相关的跌照出现 那么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暂时不知道 但是下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Arteva也会升级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因为实际上呢他们采用的这个触屏主机 是一样的款式 只是功能性上有差别 所以我相信 Elza有了 D66B应该也会有 Arteva如果有这个功能也不奇怪 而且讲真的 如果Arteva真的有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的话 那么很多买Arteva的车主呢 就不用再去更换这个触屏主机了 这个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影片的最后我相信很多人会问 诶!Myvi怎么样?或者是Beza怎么样? 其实呢这两款车呢都有更新的进化 但是就不会在2024年发生 因为Peroduo已经确定了 Beza在2025年之前呢 不会有任何的改动 就算连小小的升级版都没有 至于Myvi呢 全新一代的Myvi已经在开发中 它的代号叫D01D 那么实际的情况呢 我们也不是太了解了 所以就不跟大家讲那么多 未来有进一步消息的话 也会做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